欢迎收听直北真 我是跟你一起直方向找故事 美好人生的说书人 听到这样子一个轻松的音乐 就知道这一集来到我们的周末特辑 周末特辑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什么呢 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聊聊天这件事情 前一阵子我在我自己的脸书 po了一个小文章 问大家说 如果你的履历表的专长 写了一个专长叫做会聊天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会这样po文呢 其实很多人 很多的朋友在脸书下面的回馈 大部分都正向的 大家会觉得会聊天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有人说那你可以美化修辞 不叫会聊天 叫做很会社交能力 或者是说很有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 是的 我也是想这样子说 可是其实它就是一个聊天嘛 有时候呢 你发现你跟朋友之间互相在讨论事情 那不就是一种聊天的模式吗 那有些人很会聊天 所以讲得头头是道 那也很多人呢 他的聊天方式并不是自己讲 而是听别人家讲 然后给一些反馈 那为什么特别今天会想讲这件事情 其实我原本想要讲一个题目叫做 人家都靠脸吃饭 那有些人靠嘴吃饭 比如说我没有办法靠脸吃饭 因为我们的身材实在是很糟糕 脸蛋也不怎么样 颜值大概有及格就不错了吧 但是我们的嘴巴能不能吃饭 嘴巴可以吃饭 但是能不能靠嘴巴产生吃饭的来源 好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所以我今天不在我们周一 在谈各个角落故事 在谈知人故事里面聊 我们把它当作比较轻松话题来聊一下 好 首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会聊天能不能成为是专长 我自己认为 当然你要美化它修饰它 叫做沟通能力 叫做表达能力 但各位想想看 我今天说书人坐在这里 主持一个podcast节目 即使今天是一个特辑 我对面做的是空气 如果你不会聊天 你没有办法跟自己对话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对空气对话 那我怎么样做这样的节目呢 那做这节目会不会产生收益收获 其实是会的 但是我现在 讲实在我现在没有任何的收益或收获 因为会聊天还要有很多很多的累积跟努力 它才能够变成收益跟收获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不会聊天 自媒体大家都在做 你觉得你颜值不够高 不能做YouTuber 那你的声音还可以 你的聊天的方式还可以 那你能不能做podcast 那做podcast 除了一般我们所谓的广告跟业配收入 能不能有其他种可能产生收益 去维持你做这样的节目的热情 我觉得是会发生的 好 那所以再回到最原始 会聊天是不是一个专长 我觉得会聊天是一个专长 好的 那我前一阵子又跟另外一位朋友 他算是我学姐了 他最近想要应征国立学校的教授的职务 好 那会聊天很重要 对不对 为什么 你要去应征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能够跟你的主管聊天 你要能够说故事 所以会聊天也要必须把它转化成说故事的能力 好 那这样子就让你有多一点点的机会 在当机会来临给你的时候 舞台给你的时候 你能够展现出来 好 所以其实说故事有很多种训练 各位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Ted Ted的18分钟那种短演讲 你看那个舞台上那种侃侃和谈的那些人 好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贾博斯 他是不是很会聊天 是的 他在舞台上的时候 他当初在介绍iPad这个新产品的时候 拿了一个牛皮纸袋出来 然后他讲完之后 从牛皮纸袋拿出的iPad 然后全场哇 惊讶 他是不是能够对自己的产品 做一些聊天的工作 好 那再回过头来 聊天除了做Podcast 然后我们当然当不上贾博斯 好 各位想想看你现在自己是不是有很多的专场或兴趣或经验 甚至于你是工程师 你是会计师 你是律师 你是医师 现在很多律师 律师比较少 我遇到的是医师很多 他会主持Podcast 节目 他会进入到Clubhouse 他甚至于他自己是YouTuber 教了他很多医护的尝试 好 医师要不要会聊天 除了跟病患沟通 你要有技巧 不然你可能会很多的医疗诉讼之外 你还能够把医疗知识带给大家 好 知识的传递最简单的一个角色就是什么 就是老师这个角色 搜索人自己在很多学校大学也有兼任讲师这个角色 所以我深深觉得 会聊天超重要的 Podcast他没有让我有任何的收入 可是你能不能在学校兼课 或者是说你的专长变成某一种能力的时候 人家邀请你到舞台上 你去做演讲 你会不会有收入 会呀 我会有走路工 不是 会有终点费这样的收入 对不对 所以你要能不能训练自己会聊天这个能力 再回到刚刚我跟我的学姐的对话 除了去interview 这件事情很重要之外 因为我们很重要的聊到一件事情 就是当老师 怎么样才能够当一个好老师 后来我们做出了一个结论 一个好老师他必须有两个元素 至少要有两个 不是只有两个 至少要有两个元素的交汇 一个叫做深度 另外一个叫做样子 简单来讲 你当老师 你教给大家的东西都叫深度 但是呢 你如果有深度 你不会讲 你在舞台上无法展现 你没有办法 像变魔术 这样子有魅力 或者是像贾博斯在舞台这么有魅力 你觉得学生会听你讲吗 你讲得头头是道那么深 那可是呢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根本学生没有办法 进入你的世界 那我最近也经常在检讨我上课的模式跟方法 虽然 当然说出了一直觉得自己深度不够 这个我讲实在话 我们在大学部教书 我们跟很多学术界老师不一样 我们没有完整的学术训练 我们就纯粹透过什么 透过我们连教育学程甚至都没有去修过 可是很多的学校 尤其大学部 他尊重一些技术职场的一些专业工作者 所以他会聘你为兼任讲师 甚至聘你为兼任的助理教授 当然你的事迹或者经验必须卓越 那还要经过学校的审查 通过你才会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 那我自己也在检讨 我深度不够 那我的样子够不够 那我深度至少要及格 所以我教的东西 比如说过去我们教故事学 甚至最早期我从微电影开始切入 然后从拍片 这学生很多很想要接触的这样这个领域 然后很妙的是 前几年106年 我从台大PMBA毕业之后 那因为我修的大概都是管理相关的东西 那自己对管理这方面也很有兴趣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领域去努力 最后我现在教的东西也蛮蛮妙的 就是一个导演 那我们在教管理学 然后在教行销管理学 那我自认为 讲实在话 自认为在学生心目中 应该是不算太差的老师 那怎么说呢 因为我会观察 我不是看学生的教学评量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 写的问卷调查有时候假假的 有时候可能要拍马屁 有时候他可能就是过度于complet 因为我会荡人 在大学部教书 不是我们的企业进去教书 然后都好好先生 好好老师 不是 我们会把不适合 就是你真的没有学习到的学生太除 因为我们要维持学校的一些竞争力 或者是让学生有一些 省思反省的机会 我们不是让我啦 至少我不是让学生通通都过的 所以后来我想 修我的课的学生越来越少 因为可能听说这老师会荡人 所以从早期的一百多人 到现在八十几个人 然后还好还好 还维持有八成 那一二十个人 可能听到风声 想说以后再修 就看看有没有遇到别的老师 再来听听别的老师的课 好 没关系 大家有缘就能够变成师生 那我在看学生给我的反应 或者说我怎么觉得 自己到底是不是好老师呢 其实我就看抬头率 你知道现在手机非常普遍 上课 我想除了国中以下 可能有这个禁忌令 就是你到 尤其像小学 是不能够带手机到学校去的 可是你带去的时候 就会暂时被学校保管 可是大学没有这样的管制 所以你知道一个大学教授 你要看自己的状态 就是说自己的评量很简单 你就上课然后拍一张照 如果有AI什么人工辨识 或者说很简单 不用那么复杂 就是有一个monitor在那边 拍一张照 你就看看你教书的时候 学生是看着你还是看手机 就决定你教书的好坏 所以没有什么好评量的 自己给自己评量 那我必须承认我再怎么样准备 也不是所有学生都跟我那么有缘 那个手机里面的手游 或者是LINE的讯息 或者是跟男女朋友的对话 可能都比我讲话讲得有趣多了 所以我认为我应该不是百分之百 很好的那个状态 可是我最近有发现说当我持续不断训练自己 我在兼任讲师这样的历程 我之前因为要准备一些审查工作 我一看哇啥五六年的时间了 那我到底有没有改变 那我后来发现说很糟糕的是 我有检讨自己教学法 但是讲话模式可能就是一副死样子 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下调整 我发现真的有差 当你讲话的方式 甚至于你是不是关心到学生那种互动 你很多东西设计进来之后 学生对你的互动是不一样的 所以所有老师 我建议老师们不要再埋怨 说学生现在学生越来越难教 越来越难教这是一个事实 因为这不是老师问题 也不是学生问题 当资讯时代来临刺激太多 以前我们那个学生那年代 拿到什么手机 BB call就不错对 BB call你 你也不见得马上要回 可是现在刺激太多了 他们手边的手机就能够 让他传达很多的讯息 或者吸收很多的讯息 如果你在上课的时候 你的魅力或者你的内容 你的深度包含你的样子 没有吸引到他 请问一下他为什么要听你的课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是说老师这样就不好 因为有很多的因素 有很多客观的因素的影响 那我们只是说当老师 你自己要想办法把自己的样子做好 深度还要持续不断的努力 所以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要讨论 跟大家想要讨论聊天这件事情 当然就不是说我们就来猛聊这样 不是 是聊天这件事情 第一个我先告诉大家聊天重要 它可能会让你interview的时候 或者是社交的时候 有很大的加分 第二个聊天的时候可以让你变成 你自己的知识经济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产业 比如说你是做工程师也好 你是办法理工程师 你是电子工程师 或者是你是机械工程师 还是你是会计师 你是律师 你是医师 你都可以把你的知识经济转化 变成一种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那你要不要训练你自己的样子 那我并不是要鼓励大家要多要求自己 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对自己有一些想法 你想要努力认真的培训自己 真的很建议各位 市面上有很多 比如说如何成为TED那样的演讲的人才 市面上好多书 他告诉你好多好多的技巧 包含什么三的艺术 然后结论怎么做 然后标题怎么下 各位也可以买书来看 过去我确实我在很多地方里面 也有开过这样的课程 就是教你怎么样成为所谓的说话达人 或者是演讲达人 但我开这个课的目的不是说 我有多强让你变达人 是我有一些道具或方法 我们一起来共同去练习 让你变成那样子的人 包含大大学部 我到目前为止 前一阵子从另外一个科技大学的 也是协同教学 刚结束一个program 我们在做这事情 而且现在更妙的事情 不是让你成为演说的达人 而是开始用创新创业的那套模式 来训练学生 简单来讲 让学生去想一个新的创新或想法 然后按照所设计的商业模式的一些训练 然后让你去先把自己的内容写出来 然后自己练习 然后时间到期末的时候 好上台 五分钟peach 你能不能成为 让大家愿意投资你那个人 叫做模拟创业这件事情 各位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创新创业 这个不是只有在国内 国外都一样 这是这套风气从国外回来 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的present gate的时间 就五到十分钟 甚至十分钟都多了 就六分钟五分钟 然后QA 它上面写八分钟 就评审问了四分钟 你的回答也只有三四分钟 你说妈天哪 我为什么这么短时间 我怎么表达我的理念 我怎么去说服那些评审 评委 其实这就是这种训练 就是简单来讲 讲重点 而且重点是 你能不能从故事里面找到重点 因为人都喜欢听故事 不喜欢你听长篇大论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训练 好玩的地方 当然你如果有兴趣 想要找我合作一下这样的事情 没问题 好吧就找我的脸书吧 因为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我直北真这个节目实在是没什么 目前没什么必要成立一个IG 或者是Facebook的粉丝团 因为我真的很不商业在经营 但你如果有什么样的需求配合 我们可以聊聊天 甚至说 说说我们到你的这个播音空间 我们来聊聊Podcast是什么做 最近开始有人跟我接下 说他想做 然后他想了解我什么设定的 对 说出的全部都是 我没有去上课 我全部都自己摸索 市面上有什么书 就买什么书来看 然后自己研究 然后因为我们过去做 做拍摄工作 所以对声音有一点点的认知 所以基本上的设定 什么不是太大问题 但我觉得还是内容那一块 所以你看会聊天 然后可以做Podcast 可以当老师 那你何乐不为呢 为什么不把天聊好呢 好的 我最近又在一个Podcast社群里面 就有一位 应该也是一个Podcast 他聊到说 做Podcast这件事情 那他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 他说第一个你要有时间 第二个你要有热情 第三个你要有收入 他说如果这三个 缺两个就不会成立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也把它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抱歉 那个Podcast 我有点忘记你的名字 因为在群组里面 你知道那讯息非常的纷乱 可是我有回应你 应该是在Podcast的社团里面 社团里面我有留言 说我非常agree你的想法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你看我现在在那边录音 我到录音到目前为止 大概是15分钟 我是一个可以不用准备太多的脚本 稿子我就可以上线跟大家聊天的人 可是我这15分钟 那都不用时间吗 是啊 这是15分钟 对不对 那前后开机 然后你以为不用后置吗 要 就是还是要做一个简单的处理 好 那假设我们这一段节目是20分钟 我要不要花20分钟 要处理 要是要的 为什么呢 你不用把自己的声音 从头听过一遍 你要对听众负责 对不对 听过一遍哪些怪怪的地方 稍微修剪 但还是希望说非常希望是原因重现 所以不用修就出来 没有问题 可是你要不要自己听过一遍 再给听众听 是要的 这是对自己的声音 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这种态度 所以我做20分钟 后置至少也要30分钟 然后还要上传 然后他打文案 告诉大家这一集在搞什么 然后还要 可能要找一张照片什么的 所以后置一个小时 然后录音 我可能半个小时可以搞定 好你要不要花一个半小时来做 要 那你以为花一个半小时 人生可能就是 晚上睡觉前花一个半小时 做下来要做完 不是 你为了做这件事情 你会排挤到其他的事情 这叫机会成本 原本你这时间 半天你可以去Seven打工 一小时160 你为什么不做 对 那当你不做的时候 你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去算看 那成本是多少 就一小时160 那三小时就480 而是480不见 机会成本不见了 所以你还是要花时间的 或者说牺牲掉一些机会成本 那第二个是要有热情 或者兴趣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各位 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个Podcast 从现在开始做 你用手机 甚至于都什么器材没有卖 就用那个手机里面的麦克风录音 然后据说大家都会去躲在衣橱里面去录 然后声音效果很好 没有问题你就去做 然后会一点点资讯或网路能力的 你就找一个hosting 然后就把东西上上去 然后就边一边就出去了 没有问题可以的 可是你自己想想看 我们在做这些节目 我们有一些大部分的节目 像我们的节目到目前为止是周更 可是偶尔在周末的时候会来一个周末特辑 对 这个周末特辑到 就是说你看一个礼拜会有一两次的内容 如果你做了十集 然后你没有热情 会花起来 你就停更 不叫停筋 停更 更新的更 那停筋的时候 对不起 我怎么令停筋 因为那个都有写音质 然后我每次都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可能我自己也快到更年期了 所以可能对这个更特别有感觉 好 停更这件事情 叫做你的热情就消失了 那你节目会挂在那里 可是你的听众 你会觉得你要有一点点的责任 你的听众每天都希望说 不一定 每周可能希望听到说你的声音 或者说你一点的分享 他可能来自于非洲 可能来自欧洲 然后可能在美洲 他可能是华语 然后想念台湾 然后你好不容易有华语的节目 他很开心 然后结果又没有 当然他可以转去听别人的声音 去听吴淡如的声音 去听古埃哀大声音 去听百林国声音 这没有问题 可是他会想听你 而且曾经听过 代表你的痛跟他的痛是对的 好 那你现在你的热情烧了一半 那你把听众热情也烧了一半 你不觉得对听众有点不太负责吗 虽然我们没有任何收入 我们做这些事情都很义务的 没有真的很必要 做得非常的长久 可是如果你的热情能够存在的话 那至少证明你存在这世界的价值 我大概是这样讲 你看这理想多崇高 好 没关系 等到有一天 知北生的节目停跟的时候 你再来骂我 当初你讲热情到哪里去了 那我就告诉你说 热情当初我不是跟你讲吗 要有时间 然后要有热情 那缺量不可 这是网友分享 那第三个是什么 如果没有收入 各位你知道我现在用的这个器材 虽然说不贵 比起拍摄摄影 拍广告的器材都便宜很多 可是它就是一笔支出 有时候你就会 某些状况底下 你就会添购设备 或者说我们刚才的机会成本 你可以去打工赚钱 不打工 你在那边做这些事情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点点的 除了热情之外 你没有一点点的收入 或者想办法找到一些可能的话 那你能够做多久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我期待我自己可以做很久 即使没有任何的support 当然现在我也搞不好清楚 就是各个平台 有没有被动 对Podcast节目 有没有可能被动是收入 别人喜欢你就donate一下 可是我不晓得 那你的主动又怪怪 或者说我们是种 其实到目前为止 虽然说听众就是有遍布全球 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看一下 好像除了非洲没有 然后美洲 欧洲 澳洲 可能大概都有 东南亚 日本 可是大家听听 为什么需要花钱去买这个节目 或者说谁要来赞助你 目前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所以当不会发生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一下 那你做这件事情 我们讲的收益不见得是钱 有没有可能从这里面 产生新的可能 或者是各种合作 这就比较有趣的 各位你知道现在创业 都要去讲生态系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Podcast 你做节目 你不要只是单想说 好 我做一个节目内容 然后就有人听 然后有人donate你 或者说有赞助商赞助你 那只是其中的一环 而且我认为是很小的一环 你有没有可能从做节目里面 产生更大的效益 这效益是 其实我说不上来 因为很多人都还在研究 而且每个人他做节目 的属性跟你的人格特质 以及你的人脉关系 都会产生不同的连结 所以我相信已经有人 找到这连结了 虽然说比如说听说 有一些前三大的节目 广告收入 月收入百万 可是那个都只是 那前三大 而且全台湾就前三大 就那三个人而已 虽然那三个人在轮流 前十大好了 你要知道 全台湾现在有多少Podcast 节目 根据爬同爬出来 人家统计结果分析 从来没有一个精确数字 但目前听起来大概落在 七八千个节目之间 请问一下七八千 我目前在台湾career 这样的排名 了不起 peak也了不起到26而已 而且那孩子只是career 这个类别 那你如果说你要到 全台湾排行前十名 那你要 第一个你可能是名人 比如说像有些名人来做 像淡如姐 大家就知道他会想听 那有一些素人 他来做 但是我觉得他深度还不错 那虽然风评各有各种不同的好评 或者是负评 但不管人家就红了 但人家就是因为靠着深度 或者说他的样子 来成为这样子一个 他不叫网红 就是YouTuber红 YouTuber要叫什么红 网红 或者是我们叫KOL 叫做意见领袖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各位 你如果今天想要会聊天 聊到成为Podcast 这样子一个KOL的话 小区域的KOL 或者少数的KOL 那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练习自己 会聊天的功能 会跟来宾聊天 会跟自己聊天 会跟自己对话 来宾聊天的时候 你能够掌握到一些重点 然后能够给一些回馈 我经常听到一些节目 我就觉得说有点可惜 就我感觉主持人 他主持人还不错 声音都不错 可是他就是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互动 感觉好像分开的路也差不多 你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我就请来宾讲完之后 我就回来捡 然后再补一句问号 这听起来好像接起来也很OK 可是这就有点失去那种互动的味道 我觉得Podcast最有趣的就是聊天这件事情 因为聊天它是一个很大的艺术 它不是一个问题跟一个答案而已 它中间要紧扣着人家讲到的一些转弯点 或转折处然后再继续往下追 然后你要去猜想那听众朋友想听什么 或者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都蛮好玩的 所以会聊天你就有可能成为讲师 会聊天你也可能会成为YouTuber 也有可能成为Podcast 然后你的社交能力也会慢慢的改善 当然不是说不会聊天不好 不会聊天你就慢慢做这种工作 很专注的吧 幕后工作做好 有一群人确实他也很适合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你想想看Podcast这种东西 当你没有足够的资源或经费 你怎么会有幕后呢 就是目前幕后要自己来 你要做幕后 问题没有目前节目 你要做什么幕后呢 你当然自己挑出来先做一做 等到搞不好你真的有一个KL被捧红之后 你在做幕后当他经纪人或者纯粹说后知 那还比较有可能 所以好 今天这一集我觉得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件事情 会聊天 然后它有多重要 然后你要如果你看我现在这样子 或看别人那样样子 你想要成为那个人 那你要开始做一些准备 那怎么样会聊天 因为我们今天非常轻松 我们不要谈一个太复杂的课题 就是123会聊天 123这里面有很多学问 在我的课程里面叫会说故事 那会说故事内话怎么做 然后说故事结构要怎么走 然后说故事的时候表现要怎么样 然后在舞台上说你要怎么弄 这太多太多很技术性的问题 技术性问题我们就留到礼拜一 那种上班了 然后6点38分起床 然后就听到这个节目就上来了 然后就开始听 然后上班之前给自己一点点的充电的感觉 我们周末我们就轻松一点 好 今天这一节目就到这里 东南七北脂肪酱 找故事 真人生直北真一起 美好你我的人生 别忘了下个礼拜一 我们有很精彩的 这个一样的来宾的专访 我们下礼拜一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